12月21日 美国海军约翰斯腾尼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驶入波斯湾 图片来源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胡若瑜 美国海军约翰斯腾尼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21日驶入波斯湾及海湾 这是美军航母自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来 首次重返这一海域 结束17年来最长的一段空白期 斯腾尼斯号航母打击群 当天遭遇伊朗海军督搜快艇尾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定于22日起 在南部海域大公模演练 秀鼓励斯腾尼斯号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时 美国海军邀请媒体记者 登上这艘核动力航母霍尔木兹海峡 位于伊朗与阿曼之间 最窄处33公里战略位置 重要全球大约三分之一 石油海域从这里经过 美国今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 恢复对伊制裁伊朗方面多次警告 如果美国阻止伊朗出口原由一方 将不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说 美军航母只要出现在中东海域 就是向伊朗展示无力 斯腾尼斯号航母打击群将在海域停留数周 按照五角大楼本月早些时候的说法 航母舰载机及其护卫舰艇 将协助在伊拉克 叙利亚塔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支持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阿富汗的行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9日在社交媒体声称 在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 宣布撤回所有在叙美军部队 美国官员20日披露 特朗普决定把诸拉美军人数削减 大约一半尽快开始撤离 这两项撤军决定 触发美国国内和欧洲盟友 不满于韦随接片上途 一架美军直升机盘旋 在伊朗巡逻艇上空 下途伊朗巡逻艇 高速韦随监视美国舰队 图片来源英国美日游报网站 斯腾尼斯号航母21日航行期间 大约30艘伊朗海军快艇尾随 一些伊军快艇甚至开到航母前方停下 观察美联社报道 伊军快艇一度远远地试射火箭弹 一架似乎商用级别的无人多悬翼飞行器 从一艘伊军小船升空 对美军舰船拍照 斯腾尼斯号上的媒体记者 清楚地拍到伊方摄影师和摄像师 在船上拍摄美方航母 伊朗海军经常与美国海军在海湾斗法 2017年8月 美军一架超级大黄蜂式战机 准备返回尼伊兹号航母时 遭遇一架伊朗固定义无人驾驶飞机 逼近相距最近时不足30米不过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说 自那以后没有在海湾遭遇一方不安全且不专业互动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 穆罕默德帕克普尔 准将告诉媒体记者 伟大先知 演习最后阶段12场演练 定于22日开始 参演部队包括快速反应部队 空降兵 中程导弹部队和海军陆战队 他说 这场演习纯属防御性质 但伊朗会坚决回击一切侵犯 伊军将在演习中操练反击时 需要运用的战术伊朗 当官方的迈和尔通讯社报道 演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北部的格式母岛 举行在美国新闻周刊看来 伊军演习旨在回应斯腾尼斯号航母打击群进入海湾 调部署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新华路透 从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 今年3月离开海湾 到斯腾尼斯号接班 中东地区出现自美国2001年遭受91恐怖袭击发生以来 最长的一段美军航母空白期 美联社减途这种长时间空白 今后可能成为美军的一种常态 在中东地区部署航母 是美军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一贯做法 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2010年出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 同管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要求 在海湾同时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不过 马蒂斯2017年1月 出任国防部长寻求调整美国海军战略 让航母打击群的部署 更加难以预料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科洛摩根20日说 改变航母部署方式是因为我们的对手在密切观察我们详使军事行动 让敌人难以预料 但在战略上 让我们的伙伴可以预料 美军在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设有空军基地 在科威特有陆军基地 在巴林驻扎第五舰队 足以在海湾已至更广范围的中东地区 执行军事打击任务 华盛顿支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说 美国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 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 7年的伊拉克和叙利亚 打击伊斯兰国航母 都曾发挥必要作用现阶段 美军已经为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 开辟地面通道航母舰载机 不再不可或缺 美联社报道 美联社报道